Nature公布了今年科学圈 全球最牛的十个人 这是科学圈最让人关注的榜单 在这个评选中 共有五名男性五名女性入网 以及一个AI 第一位是伊利亚苏茨克维 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她是XGPT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 以色列与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她更关注AI的安全性 第二位是安妮克里奇 这位美国劳伦斯·利弗默尔 国家实验室的女科学家 突破性地完成了 四次人工太阳的点火 这是该研究进行60年以来 最具意义的一次突破 奠定了可控和聚变 变成人类未来 最理想清洁能源的重要基础 第三位是詹姆斯·哈姆林 她是佛罗里达大学的 一名研究室温超导的物理学家 她的成就并不是研究出了室温超导材料 而是勇敢揭露了室温超导的作假现象 第四位是林科燕 来自日本大阪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 你可能不敢相信 她竟然实现了用雄性小鼠的细胞 制造出了有活力的卵子 通过两只雄性小鼠 制造出的一只小鼠幼崽 这对挽救冰林猎种的物种 将意义重大 第五位是斯维特兰娜·莫伊索夫 她成功开发出了 目前全球销量最佳的减肥药 第六位是哈利杜廷托 她帮助推进了第二种货批的瘧疾疫苗 可以避免非洲数百万人的死亡 第七位是托马斯·鲍尔斯 她是一名在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 工作的癌症研究员 她研究出了相比传统化疗 更有效的药物治疗方式 是我们在过去大约40年里 治疗晚期膀胱癌领域最重大的突破 第八位是卡帕纳·卡拉哈斯蒂 这位女科学家确保了月船三号 成功着陆月球表面 使印度成为第四个 实现这一壮举的国家 第九位是玛丽纳·西尔瓦 她是巴西环境部长 她成功控制了猖獗的森林砍伐 保护了世界之费亚马逊一名 第四位是艾莱尼·米里维利 联合国首席高温官 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 提高人们对极端高温的认知 今年还首次有非人类上榜吗 那就是ChatGPT 她引领了科技圈的潮流 而且正在制造一场 全球性的信息革命 看完这个榜单 你觉得谁才是 今年最牛的科学家呢